哈喽大家好 我是渭海老马 看我身后有湖游海这么一个酒区 就是我拍了很多这个酒区吧 一直说的这边就是比较适合养老 今天呢我也想跟大家就是做这简单聊一聊 我把镜头转过来吧 看着我这张老脸 我拍着景给大家聊着 这个呢就是说适合养老 首先来说呢可能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它的配套 像这里边呢相对于来说 家家月的一个超市 包括咱们这个周边啊 业主食堂啊 菜市场啊 海鲜码头啊等等 这周边也全都有 第二个关心的呢 大家可能就关心的是这边的环境 这个小区的环境真的是没得出 你看咱们前面这边是一个天鹅湖 这是一个带隧子 前面呢就是这个位置 啊跟这湖相隔二十三十米吧 啊前面就是大就是有湖有海这么一个小区 包括小区的绿值呢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再一个就是啊咱们这个小区的呢现在入住绿 你很多哎对对我想起来这个事哈 很多人问我说这个老马这小区啊入住绿 你也我也看不见人啊是不是说看你拍一个小区 我给大家也解释一下吧 老马呢很少去直面的去拍别人 我觉得这样很不礼貌 对不对 呃一会呢我带大家去这个他的夜主食堂 我因为到中午了我也要吃饭 完了我给大家拍拍夜主食堂 你看看这里边人是多还是少 再一个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像他这里边呢呃现在都是呃卸房了 呃像这种里边啊电梯洋房 呃还有这个十几层的高层 他的面积呢呃基本上都是在六十五平上下左右 现在带着精装修 带着夹机夹店临摹入住就行修 呃再有呢这里边呢也有几套这种啊六十五平的一楼带小院的房子 呃再一个就重点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下 说有的说可能是有些想相对比啊想离这个市区更近点 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这个小区呢距离咱们融城市区呢大约在啊 啊十公里左右啊但是交通呢也很方便啊就是咱们门口又有公交车 到咱们这个海到咱们市区啊十五分钟一趟就有公交车 呃再一个就是说这个小区呢他的一个健康里面呢就是啊咱们这个青年养老社区 就是鼓励大家走出啊走出家门啊就是可以像这里边团队就比较多了哈 啊什么歌唱组啊什么菜玩菜移的啊门球啊啊台球啊乒乓球啊都各个有自己的团队啊 就是他们也自己的自发的也组织 包括他们物业队面也组织一些活动 啊他因为他这里边就是呃夜主会所呢有很多的配套啊也是比较这个相对比来说呢还是比较成熟的哈 他这里边绿化我就不往大里边走了因为今天比较热 嗯再一个就是说啊咱们这里边啊呃食堂一会呢我带大家去看这个夜主呃呃看屏我带大家吃吃饭呃可以说还行吗 我觉得他这他还算可以呃对于夜主呢也是比较有呃有优惠的啊我感觉这点也是挺好的 再一个就是说相对于小冰房的这种花儿洋房呢在威海乃至荣城啊都是比较少了 再一个小区呢规模他已经运营了十几年就是他所有的配套呢也是比较稳定的 说是我感觉这点还是比较好的啊 啊大家有一个大家想问什么可以在职门期啊给老马留言 老马会回复大家啊咱们我现在带大家去夜主食堂去给大家拍一拍 这人满满是刚开始的这是我跟大洋俩呃一二四个菜花啦呃四十七块钱吧 要是夜主的话应该是在三十块钱左右还有个汤 就是刚来啊这然后后去的话会很多 我要开吃了哈做的还行口味咋的还还还算可以 比较清淡适合老年人 呃现在老马也从这个夜主食堂出来了 啊我觉得这吃的还算可以吧是吧呃口味比较清淡呃比较适合咱们这个老年朋友 这老年朋友比较友好因为清淡一点的话对身体健康也有好处 再一个就是他这里边像咖啡屋啊包括咱们这个家月朝市啊啊 这个不用输小区咱们生活几乎都能满足 去菜市场呢大约就五六分钟啊去市区也有公交车买哈买买这个海鲜呢 下午三四点钟啊离咱们这个小区呢大约一公里左右就有一个海鲜码头 所以说这样生活呢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在这块 除非咱们想去撒型的商场商超哈 这种想买卖英雄啥的还要需要去市区 呃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啊有再一个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这边比较适合避暑啊旅居养老啊这个就是 呃因为这边的温度呢相对更是很很舒服这个景色 喜欢这期视频老马就给大家拍摄到这里 有喜欢老马视频呢咱们下期视频再见